有電嗎? 有電嗎? 這顆啊? 只能動 那就是有電力關掉 因為它這個開關已經故障壞了 那因而算這個地方 就會有日曬雨林 那因而算我們現在把它換裝在這裡 盡量用這個什麼 所謂冷氣讓它怎麼樣 把它擋一下至少說不會像那樣子 比較直接暴露在外面 那因而算我們這裡要考量到 因為剛好它這個電源線 部份是可以這個地方直接 再疊一根出來 這樣OK嗎? 好,OK 我先洗一下 現在你先去看看你洗 你不要緊嗎? 你不知道要怎麼打開 我先去洗 好,你都會幫 神經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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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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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還是斜的 你不要這樣 假的到時候要用固定夾吧 我覺得這樣就是不太運氣 你都把它盯進去 用盯著就好 要盯著就好 要盯著就好 這樣都沒有就收起來 來啊 換換看 有嗎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吧 我們達德上工電機科今天 20個人的學生來到 長者來幫他們做 獨居老人的一個老宅修善 那因為來這邊 透過學生在課堂上 所學的一個技能 那到達現場來這邊 讓他們有一個實務的一個學習的經驗 那因為實務經驗的部分 是屬於在課堂上是沒辦法去教授的 因為現場的部分沒有那個環境 沒有那個場所 可以讓他整個模擬 所以呢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老 那個獨居老人的服務的部分 讓他們到現場來這邊做一個 一個維修 學習實務經驗的部分 那學以自用 那因為現在目前AI 人工科技的部分一直在推廣 一直在創新 那其實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實務的一個學習的方式 這個是屬於AI沒辦法取代的 因為AI沒辦法現場去評估去想說 我現在目前所每個環境當中 我要怎麼去做維修 怎麼去做 所謂的一個更換 去評估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像我們在維修過程當中 其實你要先去考量到 為什麼東西會壞的 什麼原因 區區什麼原因會壞的 再來呢 我們要去找材料 這個材料過程當中 這個是要去思考到說 我未來性的部分 要去評估到所謂的用電安全 溫度 材料部分 價格 其實這個都是行在你要評估的地方 那再來呢 到達現場之後 你要怎麼去做現場的一個維修動作 第一個我們要先現場評估 有沒有危險的疑慮 再來的話就先開始做斷電 斷電完之後再來開始維修